那麼您會現在建立的這個知識之後 我們剛剛這種建立知識你點到這邊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沒有 你建立的你訂閱的有沒有 都可以知道像我的就比較多一點點 我比較勤奈 因為我發現其實知識 我要整理很多 整理比較多之後 還是那句話就是剛開始真的比較辛苦 其實你所有校草就是在這邊 是的 加入我的最愛對不對 結果 到了最後 因為每個人都愛 半愛 所以就等於每個都不愛 都打入冷宮 因為其實就算你有整理 你也會遇到一個情形 比如說那個連結不見 或者是 資料不見 一個網站 比如說一個網站好 有時候有可能他好幾篇文章我覺得是好的 那你會不會重複加入我的最愛 可能也不見得對不對 因為那個網站你可能記得我加入過 我就不會再加了 那這樣可能對我們來說就 不是那麼方便 那如果你是透過這個知識 像我們剛剛那是整理自己的 那有些如果你覺得 比如說你覺得我的這個還不錯的 你可以把我拿進去 就可以變成自己的 你用訂閱的方式 那這些東西呢 你有整理好了之後 或你拿到別人整理好之後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拿在群組這邊的時候 可以拿來用 可以拿來用 當然像我們剛剛知識這邊 如果我有一個的 比如說你看我有這麼多 但是我現在建了一個 你也可以這樣學這樣 這樣交的這個 我也可以透過什麼 複製的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 好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可以複製的 直接告訴他你要複製哪一個單元的 比如說有些 我就記得這個參考文章我以前有整理過啦 不用再來 我就直接勾一勾就好了 有沒有 勾一勾按加入 他就會拿到這個知識裡面來用 這樣您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其實 有整理過之後其實是很快 現在只是說 因為大家以往整理的方法 跟這邊是不一樣的 所以可能您必須要稍微 有一點點時間稍微適應一下 稍微適應好了之後 其實要做就很快 那好了之後呢 你看哦 如果這些都整理好 那我現在呢 就來看怎麼加建立群組 一樣你按一個建立 給他一個 好 記得這邊按鍵盤上的Enter 沒有嗎 Enter 這樣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你可以試看看 那假設如果您有了這個 這個群組以後呢 你看 我就直接進來 進到我們這邊好 那群組就像我們講的 就是班級的概念 班級的概念 所以呢 您要不要分享 可以由這邊來決定 就是要不要產生這個代碼 如果 您有分享的 像我這邊是 那個已經開放了 已經開放了 在這個設定裡面 我有設公開嘛 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得到 如果我沒有設公開 就是你沒有辦法找到 好 那群組呢 像班級一樣 所以呢 我們最重要就是任務 這裡 任務 那麼任務呢 它也一樣可以做 所謂的分類 跟這個任務名稱 好 像這個叫這裡叫任務名稱 這個叫分類 因為有時候可能不同的類別嘛 有沒有 線上資源的 延期的影片的 好 我們可以把它稍微區隔開來 那任務的部分呢 比如說這是一個測試的 好 一樣 打完按enter 有沒有跑出來的 您可以透過直接拖曳 改變它的順序 重點是您可以看到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它是鎖起來的 好 表示說這個我還在整理中 還不開放就對了 還不開放 因為像比如說 像您看到我這邊的 像這裡 雖然我已經把教材整理到第十四堂 可是我們只上到這裡 應該老師要進度寬一點 對不對 所以說我字上已經先整理好 如果你要開放 以學生的角度進來的話 他會看不到這幾個 因為我現在鎖起來的 對 對對對 他只能看到這一個 到這邊而已 那如果說你把這個點開 像我這樣點開的話 那同學就可以看到 那我意思說是不是在點 我又可以關起來 當然 隨時可以關起來 對對對 那 所以說您可以進到這邊 你看 那我就可以從這裡 把知識加進來 從這邊 有沒有 我可以去選 我的知識在哪裡 那 您的知識呢 如果說 您在這邊點了發現找不到 為什麼 因為在群組裡面 你先看到這邊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知識 我們的知識呢 可以來自自己的 也可以來自什麼 別人的 從這裡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加進來 把自己的知識 或你 其他的群組 你可以勾一勾 這裡面包括你自己的 也包括什麼 從別人那邊找到的 別人那邊找到 你可以把它 你要的 你就把它勾起來 按加入 按加入就可以 那麼 您可以看到在這裡 有的我有開放 有的是沒有開放 就是 如果你覺得 老師的秘密 不能公開了 有沒有 不要讓他知道 你是從哪裡 叫進來的 你就不要公開出去 就好了 他在 他同學進到這邊 就不會看到 進到這邊 就不會看到 你是從哪一個知識把它拿進來的 這樣子 那 如果這個知識 基本上 是來自別人的 比如說 你看我這邊離開 我 看到別人的知識 我覺得跟我上課的 是有 相同的 可能有參考價值的 我可以點進到別人的 我不見得要訂閱 你可以看右手邊 這是別人的知識 有沒有發現 這裡可以加到我的群組 我可以把 別人 搞不好我覺得 這個 這個 可能適合我們用 我就把它交到我的群組裡面 那我的群組就可以 引用這裡的知識 那我只要點他 是的 他就會加進去 對對對 所以說 有自己的知識 那是最方便 因為照你自己安排 那如果沒有 我也可以拿別人的 那拿別人 不是說全部都要 你可以只選其中一個 只是我可以 來自 這個知識裡面 你自己去挑 自己去挑 我要的 就像你們剛剛看到這邊 你看這裡 我按任務 好 測試 點一下 假設我要來自哪一個的 比如說你看 這裡 這不是我的 我是拿別人的 點進來 我覺得他這個還不錯 我就這樣 勾起來 加入 那他就變成我們的上課教材之一 雖然不是我做的 對不對 但是 我可以變成我的上課教材 像這樣 這樣 勾 勾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當我知識都整理好了 好像上課變比較簡單 因為你的教材都在上面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看我們前幾年 一直在推什麼 教材數位化 那現在 這幾年就不推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數位化了 現在是數位化之後 不太會用 不只不太會用 是因為 資料散落一堆 都有啊 都有變成電子檔啊 可是就是 版本啊 或者是資料啊 不知道怎麼呈現比較好 所以現在變成所謂的翻轉教學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利用這些 已經電子化的東西 我來把它總入到我們教學裡面 這樣 就會更方便使用 所以它的這個姿勢其實 我是覺得還蠻方便的 他幫我們弄出平台 然後我們就很容易可以幫我們 對 那重點就是說 你一定要先學會 把那些姿勢先整理好 如果你沒有整理這些姿勢 你就會發現說 奇怪我要用什麼 用什麼就沒什麼 所以這個要花一點點時間 可能老師要稍微花一點時間整理 這個是剛開始在用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有辦法 把我們在IE的東西 可以轉過來嗎 如果IE 我可以先讓它做一個觸別 如果您是用這個IE的那個 就是我的最愛的話 它有一個匯出的功能 對不對 有一個匯出的功能 把它變成那個HTML 就是我的最愛把它變HTML 在這邊 在這邊 它有一個檔案好像叫匯出嘛 組織 對對對 有一個匯出嘛 那您可以把那個內容 就貼到 我們的那個知識裡面的 那個編輯區裡面 就是把它貼到變成是匯出 對對對 匯出之後 只是說 這樣子 說真的可能您在用 還不是那麼好用 因為畢竟它只是一個文件連結 所以還是得 如果您能夠分門別類 像我現在這樣分門別類 每一個都整理好 你要用就勾一勾 因為有可能 你如果說是一整串 那其實 在整理上來說 其實是比較 不是那麼方便 因為可能一整串 裡面20個 搞不好你這次只用一個 那是不是還要在那邊找來找去 可是我如果現在分成20個 我要哪一個就勾哪一個 好像我們要現在做菜一樣 大家不見得每一套菜都是怎麼樣 自己處理 我就是買現成的 好像拼土一樣就拼起來 這樣就比較快 所以大致上會是像這樣處理 好